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嗨购网上商城 上一次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整个课程的内容 以及学习本门课程需要的一些技术铺垫 包括有一些网页前端的开发基础 包括呢,有一些框架的基础知识 还包括呢,数据库的一些实战经验 那么在本次课里边呢 我们将对这个项目的需求给大家做一个整体上的介绍 那么这个需求呢,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份word文档 但是呢,这个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呢,不是很直观 那么本次课呢,我会以一种原型演示的方式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门课程里边 我们将要实现的功能 其实所谓需求分析呢 也就是要明确到底要做哪一功能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通过浏览器 来访问我们这个项目的原型 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应该实现怎样的功能 这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快速原型法 好,我们呢,打开浏览器来访问我们的首页 这个首页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做了一些精简之后呢 在页面上只有这么几个信息 包括有一个logo,嗨个网上商城 接着呢,在右边呢,有一些链接 包括我的账户,我的订单,使用帮助 登录以及免费注册 在下面呢,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首页 手机,这样的导航条 这个呢,是可以定制的 但是在本次课程里边呢,并不会涉及到 我后边呢,会给大家留一个练习去完成这样一个功能 同时呢,还有我们会介绍到的购物车功能 另外呢,在首页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还有全部商品分类 以及呢,关键字的商品搜索 以及呢,底下对于商品分类呢 直接点击之后呢,会有一个商品列表 然后就是最新商品 以及最新评论的这些具体的显示 在右边呢,还有一个热卖商品 关于热卖商品呢,也是我要留给大家的一个客户任务 好,等我们后边讲到这儿来呢 我会明确的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出来 要求大家能够客下呢,去完成 从这个首页来看呢 大家应该能够知道 这就是一个B2C的电商网站 就类似于像京东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么除了B2C这种电商网站之外呢 还有一种称之为C2C的 那么就是类似于淘宝这种 好,这里我们呢,再明确一下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嗨购网上商城呢 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京东的这种模式 由后台呢,去录入一些商品的信息 或者在后台呢,处理一些订单 好,那么我们呢,先从后台呢 给大家介绍 好,进来之后呢 这个后台呢,也比较的简单 我呢,准备了这么几个菜单 一个就是商品列表 好,这个界面呢 我暂时没有把这些数据呢,列在底下 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比较关键的商品添加 商品添加呢,我这个地方准备的数据呢 并不是很全 但是呢,基本上也能够描述一个完整的商品信息 包括有商品的名称 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所属的分类 以及有商品的货号,库存,市场价格,以及销售价格 同时呢,我们会提供一个文件上传的功能 把一个数据图呢,跟一个商品呢,关联上 同时呢,底下呢,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产品描述 好,这个功能呢,也是我们 一个比较重点的功能 就是我们在后台呢,通过管理员登陆上去之后 我们一定要能够把商品呢,从后台添加到数据库里边 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商城的首页呢,显示出来 用户才能够去浏览商品的详细信息 进而呢,加到购物车里边 然后呢,下订单购买 后边两块呢,一个是分类列表 这里呢,是一个demo 数据呢,现在是跟数据库没有任何的关系 刚才我强调,这是一种需求分析的手段 叫快速圆形法 我呢,先把这一个圆形 也就是外观的做出来 但是可能都是一些静态的页面 或者没有任何功能的页面 拿到客户那儿呢,由客户来跟我沟通 它这样一个界面的设计出来 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所以呢,这些数据呢,大家不要过于在意 我们后边呢,肯定是从数据库里边呢 给取出来的 好,除了有分类列表之外呢 还有一个添加分类 这里呢,从界面上看 只有一个信息需要我们填 就是分类的名称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功能呢 就是订单列表 因为用户在前台呢 查看了商品信息之后呢 可能会下订单 那么下了订单之后呢 在后台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处理 那么这里呢,会有一些订单的信息 通过一个列表的方式的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需要呢 更详细的信息呢,可以看到 这里也有比较详细的信息 同时呢,会有几个按钮来支持我们这个订单的处理 包括有已支付,已发货,退款,完成,以及呢,作费 那说一个比较好理解的 假如说,呃,用户下了一个订单之后啊 那我们呢,看到这个订单呢 是已经支付了金额 并且呢,是一个预存款支付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针对这个订单的信息呢 从仓库里边来提取商品 然后呢,交由快递进行发货 如果说快递发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发货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用户在他的个人中心里边呢 看到订单的信息呢 应该是已发货 或者叫呢,代收货 好,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比较关键的功能 就是后台的订单处理 那么还有几个功能呢 就是比较的次要了 包括有用户的列表 一个是评价管理 好,这里有一些功能呢 我们后边也会留给大家的作为客户的练习 那么对于后台管理呢 我这里把几个比较核心的功能呢 给列出来了 那么最关键的功能呢 一个就是对于分类的处理 要能够增加进去 因为只有分类增加进去呢 我们才有第二个关键功能 就是商品的添加 那有了商品添加呢 我们前台的数据呢 就能正确的显示出来了 第三个关键功能 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订单管理 那么就是后台的几个功能呢 我们需要在课程里边完成 那么有的功能呢 我会作为一个详细的案例 给大家演示怎么去实现 而有一些相对次要一点的功能呢 我会留成一个课后的任务 由大家呢 在课下去完成 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有可以练的一个内容 好,后台说完之后呢 我们再次回到商城的首页前台 刚才我们对于这个首页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对于这里的分类显示 以及最新商品 以及最新评论 这些呢都是基于后台呢 已经增加了商品 只有有商品信息呢 我们前端这个首页呢 才能正确的显示出这些信息来 那假如说现在呢 这个数据已经正确的显示出来了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呢 他做的事情呢 大家应该也容易呢 想到这应该是我们比较熟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 更多的呢 是访问到这个网站的前台功能 以及个人中心 但是呢 很少去涉及到后台的管理 那我们现在呢 回到前台呢 我们看有哪些功能 首先你可以从我们普通的用户呢 访问这个网站的一个基本流程入手 比如说 有可能 你想先去看一下商品 也有可能你先去注册 然后登录 这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对于注册 我们是需要实现的 登录当然也需要实现 对于这两个功能呢 应该是我们 比较 优先的两个功能 我们需要呢 首先实现它 因为这两个功能完成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下订单 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呢 是从商品这一块进行入手 比如说 可以呢 点击一个具体的商品 我们可以看到的 有一个商品的详细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里面呢 就会对商品的一些信息进行展示 那除了展示它的图片 还有它的一些文字上的描述 那这个图片呢 大家可以呢 参照一下像京东 或者呢 淘宝上面的一些效果 这里应该是有多张图片能够切换 而且呢 有一个放大镜功能 这里因为涉及到一些 跟本门课程关系不大的技术 我呢并没有呢 准备在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 还有呢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关于顾客评分的 这里呢 我们也会呢 将相关的一些功能呢 作为一个客户的任务 好 那么这是说的 这样一个信息的展示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底下呢 还有商品的详情 以及顾客的评价 以及购买记录 好 这是说的 关于这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叫立即购买 一个叫加入购物车 这两个功能 我们是都需要在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的 如果是点击加入购物车的话呢 那么这样一个信息呢 就会存到购物车里面 这个购物车的具体实现原理 和具体的代码实现呢 我们呢 会在讲解购物车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另外呢 立即购买的这一个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呢 让它到一个订单的核对界面 我们就选择收获地址 配送方式 支付方式 以及呢 这个订单里边购买的商品列表 最后呢 有一个核算信息 我们呢 如果看到这个地方的金额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就可以点击 确认无 提交订单 好 提交订单呢 我们就要看 是哪一种支付方式 关于支付呢 在本门课程里边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如果是获当付款呢 那么到这个界面呢 就结束了整个购物的流程 那如果是预存款支付呢 我们还要点击立即支付 让它呢 从预存款里边呢 扣掉这个金额 那假如这里的方式呢 是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比如说淘宝 那我们点击立即支付呢 会跳到淘宝的支付界面 好 这里呢 在我们讲支付呢 再给大家做具体的讲解 这一个整个流程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包括商品的查看 包括呢 怎么去加到购物车里边 或者呢 直接购买 都是可以的 那假如说我们加到购物车里边呢 可以在这个界面里边呢 可以查看到 到底有哪些商品信息呢 加到购物车里边 我们也可以呢 在这呢 进行脚本的处理 进行删除 或者呢 去购物车结算 那这样一个界面呢 就是购物车的界面 我们呢 可以呢 将多个商品呢 多次加入购物车 然后到了这一个购物车界面呢 我们可以点击去结算 然后呢 再次回到订单的 核对信息界面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提交订单 那这个订单很显然 如果我们下完之后呢 在后台的订单列表里边 就应该能够看到这条信息 好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 第二大块内容 也就是属于前台的内容 当然这里还有呢 对于分类的一个超链接 如果我们点进去呢 这个界面呢 就会针对 刚才我点击的分类 将相关的商品呢 列在这 我们呢 还可以通过销量 评分价格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呢 是按照上架的时间进行排序 当然这里每一个商品 点击之后呢 都是一个商品的详细的 信息展示界面 好 最后一块我们需要 在项目里边实现的呢 就是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的这一块 我们本来呢 是应该登录之后才能点进去的 不过这个demo呢 并没有做这些严格的控制 我们呢 直接点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点击超链接 我的账户呢 就进到了会员中心的首页 这个里边有几个功能呢 我列在来左边 我的订单 账户余额 在线充值 以及地址管理 同时呢 在右边出现了用户的相关信息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比较好理解 然后呢 还有我最近下的一些订单 好 这是说的关于首页 那么这里呢 有进入订单列表 也就是会进到呢 左边这个菜单 我的订单 它点击之后的一个页面 这里呢 就全部是属于 我这个人下的订单 好 这些数据呢 仍然是一个demo 并不是数据库里来的 所以呢 我还是强调 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数据 另外呢 还有账户的余额 这个比较简单 在线充值 这是属于 在线支付的这一块内容 接着还有一个地址管理 这个比较关键 我们的后面也会 将这个功能实现了 因为有了收获地址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在下订单的时候 选择一个收获地址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从 这个网站上面呢 把商品拿到自己的手中 好 这是我们本次课呢 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想在这一个课程里边 给大家 从实际的角度 实现了一些功能 那么大家呢 有了这么一个demo之后呢 应该对于我们需要实现的功能呢 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这一个demo呢 并不需要大家从头呢 写页面 写CSS 或者做图片 我呢 会提供给大家 是一个JavaWeb的项目 大家拿下去之后呢 搭建在你的开发环境里边 就可以呢 通过浏览器的地址栏 来进行访问 然后呢 我们在实现真正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需要太操心 这个页面的一些具体的实现了 我们只需要实现后台的功能 以及前台的数据展示 或者呢 向后台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需求分析呢 给大家做了一些演示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拿到这一个demo之后呢 先部署在你的电脑上面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将进行数据库的分析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